你们为什么在挥拍的时候 老是感受不到这个宽 转正的这个感觉 这个宽一直在后边这样挥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你们的左脚 我们每一次架拍 准备挥拍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我们的双脚的脚尖 它会往这个右边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重心会放在我的右脚 然后弓背去立 好 这个时候当我一转正身体 迎拍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我的这个左脚还往内 当我一转正身体的时候 我的这个左脚 它的这个脚尖 它会跟着转移到往前边 所以是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 我刚刚前边架拍的时候 重心是在右脚 现在我一转正的同时 我的重心会放在左脚 所以当我一转正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我双脚的这个脚尖 它是朝向直线的 这个时候 你的宽基本上就已经转过来 所以你们的左脚 如果从头到尾一直这样的话 变成你的这个宽 是没法转正的 所以你的这个转正身体的同时 把这个左脚的脚尖 跟着转正 这样的话 变成你们可以很好的 把这个宽 转正了之后 再回拍了 这就是这个转正的转正的转正的转正 这就是这个转正的转正的转正的转正